那这边要讲CAMELA calibration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找出 要教你们如何找出内部参数跟外部参数 那我们以这个例子 主要要跟你解释就刚刚讲的 那几个Lemburg-Maguang Crossform Solution Sudo-Inverse-LM方式 要教你这三个最佳化的方式 因为用这边的例子来解释给你听 那一样我们目前讲的这个东西 在OpenCV这本书也有讲 那我觉得它讲得不错 那所以你听完还可以再参考一下那边讲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一份讲义就是要教你 要教你解这个外部参数 内部参数 要distortion 那你这个都解完了 你就2D跟3D的关系就有了 这个我们从这边绕一圈过来 3D跟3D是RT 3D跟2D 2D 3D projection是K内部参数 那这边是distortion参数 那这样的话 你的2D 3D关系都有了 就直接可以做2D跟3D之间的 重建和投影 在这里 那我们还是以这一页稍微解释一下 所以这一份讲义最主要跟你说 OK 我有校正版 那校正版是我们设计的 因为有时候K的微型要设计 那我们每个那个 chessboard的宽度 黑色白色宽度 2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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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 所以这个座标知道 然后呢 这是你的里面 这个H 就是包括你的rotation跟translation 跟内部参数 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们先把它并在一起 变成一个 三层四 四层四的matrix 那这是输出的 输出 就是把这个经过 这个3D 经过rotation translation 经过project 到影像上 UV 那因为这是homogeneous plus scaling tens S 那这是你的影像上 投影出来的估计 结果就是这里 P 那P 就是你影像 用chornerdetach去detach到的 所以我们 回到刚刚讲的 有些 有些 的 是 对 对 算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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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会假设这两公分两公分 网络上可以download 所以这个座标我们都知道 在世界座标知道 那世界座标这个因为没有宽度 所以Z等于0 就省掉一个维度 那Z上可以求出来 因为Z本身的方向 Z的值就是 X跟Y的外积就是Z 你知道你求出X求出Y 外积就是Z 所以这个是可以求出来的 所以不用担心Z 那这个红色的这些点 或是绿色或蓝色这些点 是corner detection出来 假设是ground truth 就用corner detection 这个影像 所以这些是ground truth的点 那你还有一个点就是 就是这个本身3D两公 两公这知道 所以3D 经过rotation transition 然后投影到2D 是估计点 所以估计点要跟这个ground truth的corner 用corner detection 真正知道点是ground truth的 因为这是影像 这张是影像 整张是影像 你影像看到这些点 所以影像座标 可能这里是00 这是00 那这是影像上距离00 这是坐标位置 这个棋盘格 本身如果在3D的话 这棋盘格的00是在这里 它没有以外 它不是以这一点为主 它是以这一点00为主 因为它觉得外面这一点 像这里就没有点了 它这里没有点 它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它只取外面 就里面这一圈 所以这个3D的00在这里 那这张影像00是在这里 这是坐标的位置定义 所以我们这个 the equation就在这里 最后变成一个 sum of square difference SSD的问题 记得在machine learning 都是解SSD的问题 在digit learning 解min square difference 那为什么用min 是因为我们用gradient descent 在digit learning 因为我们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式来求 那gradient descent 就是iteration要越多越好 它iteration逼近 是gradient descent的特色 所以它只要把一个 把我们的data 切成很多mini batch 所以每次batch的size 都不是每次 就是你做的时候 跟我做的mini batch size 可能不一样 那mini batch size 是你自己决定的 所以它再处理一个mini batch size 所以会用min 那因为另外一个原因是 d learning因为参数太多了 所以要用iteration b 可是machine learning 它参数不多 所以它直接可以把所有data 还不用收集那么多data 它就把一个data收集完 然后直接丢进去 它一次就做完了 一次就可以这样逼 不是一次 就是整个可以一起做 它电脑跑得动这样子 所以要处理总数 那总数就不用处了 那我们再来 稍微看一下下面这个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的目的是要求 这个这是3D的坐标 这是2D的坐标 OK 那是rotation translation 它是内部参数 那所以我们是一开始把z 因为z它是就是我们的colibration colibration那个chessboard 它深度等于0 没有深度 所以这个等于0 它有这个特色 那这个是3D到2D的结果 那这是3D到3D 这个是世界坐标 这是camera坐标 所以只有rotation跟translation 那这个是摄影机坐标 3D到摄影机 摄影机到内部到那个影像坐标 这个就是内部参数 所以我们把内部参数跟外部参数 整合在一起就变成这个 那这是distortion的 我们就直接讲 所以我们在做colibration的步骤 这个程式opencp帮你写好了 都帮你写好了 你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它就会把 这我们的座位会要你做 那你就直接拿程式来用就好了 它会 你只要带入程式 它全部帮你做完了 那只是我跟你讲 这个原理 帮你解释这个原理 那这个原理 大家都从那个 有个章的paper里面 Microsoft有个章的 paper里面出来的 那记得opencp要改良章的程式 所以opencp的结果比较好 你不要用章的原始程式 因为opencp的程式是 结合另外一个外国人的两个程式 做出来会比较好 时间快到 我大概 这我就下次再讲 我主要目的是说 我这个章节除了用colibration 我要教你就这个 就是教你SSD怎么解SSD这个式子 这是ground truth 这是我们要估的东西 x等于b的问题 那我们的参数有包括 内部参数 distortion参数 外部rotation translation 的参数 那m是你的3D坐标 所以3D坐标 经过这些参数投影到2D 那这个相减就是个sum of square difference 要解这个式子 那我们要解这个式子 这一篇paper跟你讲说 你要用lm方式来解 那所以这一篇我就要 但是lm之前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在讲 我们这篇例子就用lm方式来解 但是这篇paper 在解最后二次微分lm之前 他会要 他有些case要做close form solution 有些case要做sudo inverse 那我用这个colibration例子 来教你 这两个东西 就教你这lm的东西 这样子 那Levinberg 马冠 在这篇paper没用到 Levinberg是svm的时候用到 supportive return 去用到 这样子 那目前定对你也用到 用gradient descent来求 这样子 那em我就没有空交 em比较复杂一点 我就没有教你 但是让你知道有个em的方式 那未来 gradient descent 就是定对你会不会用到em的方式 不知道但是有一群很厉害的数学的人 在做这个东西 那你不要去跟他们拼这个 那他们是大师在做 我们就用就好了 那我把我到时候在找paper 我到时候把这em的paper给你看 你看了以后就不会想看 所以我到时候再给你看 有这篇paper 我没有骗你 我忘记是不是有这里 真的 上次忘记回去找 我到时候再把他那篇paper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这是未来的 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边 那下礼拜我们继续 下礼拜会出作业 那下礼拜我会讲colibration 讲完助教就会出作业这样子 好谢谢 那谢谢各位同学提供我一些feedback 那我讲不清楚就把他讲 在这里有 Hinton的这篇paper是 其实我有准备 好这篇paper是2018年 他们出来的 他是说OK 我可以用医院的方式来解 解这个东西 用医院的方式来解 那之后我没有在follow了 之后有没有更好的paper 不晓得那这些Torrento Torrento跟Google 在发展这个东西 好 那只要数学太多看不懂 就不要再看了 这个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玩数学的人 所以就数学太多了 数学太多不适合 职工的人来玩 数学适合应用数学的人 或是那个什么统计 统计的人 学统计的人来做 我们不适合生活不要那么不愉快 我们适合快乐一点的 活泼一点的 这个真的有点有点难 好我只让你知道说这篇我没看 我是看了以后决定只知道说用医院可以解 我只看Aptrait 然后看到那么多数学就跳过去 然后就看他实验结果 然后看他最后最后讲的话 这样子 他讲当然是讲这个结果会更好 就这样 然后就就期待他写的更简单 这样子 然后最后我就不晓得了 好有就这篇 好就就这样 今天上到这边 他有个名词啊 就是药丸啊 药一个药 胶囊 胶囊 为什么叫胶囊 我程度不好 这我没仔细看 OK好 谢谢 我们下课了 我们下课